特别我问一下 在家人面前 第一次尝试用脚 去搞定自己的生活 解决自己的问题 还记得吗 是什么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就是想过 把自己的双手 变成自己的双脚 就从我那一次 选择亲生那一次 然后我妈妈说 她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 她也会陪着我一起去 然后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我失去一双手 我拥有了很多 就这样 我跟我的妈妈说 我说让她放心 以后我会强大起来 我会自己去照顾自己 有一天 我会告诉所有人 我是妈妈的骄傲 所以那一刻我就决定 把自己的双脚 变成自己的一双手 然后慢慢的 比如说我妈妈在地里干活 我就跟她一起去的时候 我就会偷偷地练习 用脚去加石子啊 加树枝啊 然后后来练了有差不多一年多吧 我发现我可以捏筷子了 就是真的是可以像手一样 然后夹着筷子 然后吃饭 然后试着去刷牙 洗脸 因为那个时候你想 就是我是12岁 12岁学习用脚的 所以当我慢慢 游刃度练习了 我可以把脚抬起来 然后刷牙 吃饭什么的 我就坐在桌上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我可以吃饭了 然后我就拿着筷子 然后夹了菜 喂到我妈妈嘴里 然后他们都看着 然后都有高兴吧 妈妈当时什么感受 我感到她真的很自豪 用脚练会吃饭了 我问一个小问题 你会刻意地 在妈妈面前去不做 比如用自己的双脚 去不做 这些日常的东西吗 以前不会 然后后来就是 通过跟她的聊天 然后我知道 她可能想把最好的 都给我吧 然后 所以就每次回去的时候 我就 犯了张口一来十手 反正什么都是我爸 跟我妈做 我什么都不用管 然后饭好了就吃饭了 但是在我心里 我就觉得 挺希望跟妈妈一起烧饭 然后去帮她的 但是这一切 我都没有办法去做到 就是说虽然没有办法做到 然后还是在她们面前 还不如开开心心的 让她们来照顾着我 享受那种幸福呢 我相信听了 今天佩佩的故事 和妈妈的讲述 我们每个人心里 都很难平静 除了感动和敬佩之外 会有很多的情愫 问一下我们的三位老师 此刻有什么样的感受 好不好 来 婷婷 有请 我觉得我可以感慨 人之潜能无限 我觉得她现在场上的自信 她的笑容 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真能量 那杨妈妈 我觉得心里面 可以不要那么愧疚了 苦难已经发生了 每个母亲都希望 自己的女儿快乐幸福 那现在站在您面前的女儿 那么的自强不息 那么的优秀 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正能量 太棒了 谢谢 妈妈你在有心结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活在过去 但是过去的事情 如果佩佩也一直活在过去的话 那么佩佩今天 不会有今天这个状态 所以说呢 妈妈呢 如果你觉得 希望女儿快乐 那你要活在当下 活在未来 就是要适当地放下 就是现在我还能做什么 我未来我还能做什么 我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这样下来的话 大家都放松下来 我心里的女儿 会变得更灿烂 更看心 所以说呢 有这么样一个女儿 那么接受命运的当下 展望未来 我们希望你们都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任老师 此刻参与云录制的 春卫老师怎么看呢 我们一起来通过大屏幕 来听听看 来春卫有请 东哥好 大家好 刚刚呢 我一直在看他们的连线 确实觉得妈妈太不容易了 我们会说 家人永远是我们的港湾 而母爱 是能够让我们的港湾 走得更加温暖的地方 只有自己的努力 才能够推动别人的改变 如果你自己都放弃 那么最终你会发现 一事无成 一个坚持的母亲 一个坚定的女儿 不仅让我们知道 他们的缺失之后的 那一份圆满是怎么来的 也让我们知道 只有努力 才能够推动世人的目光 只有自己的改变 才能够让我们的那份顺眼 来得响当当 来得顶天立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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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